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开箱一个我刚刚收到的 我买的一个软路由 这个软路由配置是比较高的 我选了i5的处理器 配了16G的内存 以及128G的硬盘 其实看过我之前视频的 小伙伴应该知道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蜗牛星际的主机 是J1900的赛阳的处理器 但是目前我觉得它整体的运算速度 确实要差一些 跑我价200M的宽带根本就跑不满 为了迎合4K视频的需要 以及后期的一些8K的大数据量的需求 我就买了这款高配的软路由 我们来开箱看一下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正面的接口配置 它有4个USB 一个VGA 一个HDMI的接口 背面它是拥有6组的 千兆的网口 这个是一个它的壁挂架 它也可以完全当作一台小型的电脑来使用 因为它整个的系统都是完备的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它的电源 就没有了 其实软路由这个东西呢 都是一些第三方的一些代工厂来做的 其实也没有具体的品牌 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灵活的进行配置 那么今天说软路由呢 我就来聊一聊最基本的一些软路由的常识 我们为什么要弄这个东西 因为之前我上传了一期搭建谷歌云的视频 其实里面有很多人给我留言 我发现他们对这个软路由这个东西是完全不了解的 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东西跟家里面的普通的路由 其实有什么区别 好了 那我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一讲 什么叫做软路由 首先啊 软路由这个东西呢 仅仅是对我们的翻墙有帮助的 如果你不需要翻墙的话 其实没有必要买这个东西 下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软路由 众所周知我们国内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网络机制 叫长城防火墙 这道墙呢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 我现在拿我手上的这台switch 作为防火墙的一个代表 当我们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电脑 我们要访问YouTube网站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请求 我们中国所有的网络都会通过这个防火墙 而这个防火墙它有一个完整的审核机制 以及一个大数据库 并且它随时在更新 当我的YouTube的访问申请经过防火墙的时候 跟它的大数据相匹配 它就会把我的这个请求给我卡掉 我就没办法登陆这个网站了 那么这个防火墙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怎么办呢 只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绕过它 那么在国内我们绕不过它 只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欺骗它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电脑发出申请以后呢 经过这个软路由 软路由呢 实际上它跟防火墙的信息保持的是一致的 它只是进行一个反向工作 当我的电脑发出申请YouTube请求的时候 软路由就会对我这个请求进行甄别 当它发现这个数据跟防火墙的大数据是一致的情况下 它就会对我的这个请求进行一个严格的一个加密 形成一个未知的数据包来欺骗这个防火墙 然后呢我们在另外一端 还需要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可以是我们自己搭建的 也可以是一些我们在用的机场 当这个加密的数据包通过防火墙以后 YouTube是没办法识别的 因为呢它是一个加密的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通过我们自己搭建的节点 或者是机场进行一个解密的机制 解密完成了以后呢就会传到YouTube的服务器 YouTube会把我们的信息再回传回来 在这个防火墙在这个节点上面再进行加密 绕过防火墙在我们这端的软路由端进行解密 所以说其实我们要翻墙的话 首先就必须要具备一个能够加密的一个机制 就是我们的软路由 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对我们的防火墙 能识别出来的数据进行一个加密和解密的工作 同时我们还需要在远端有一个服务器 能同时对我们绕过墙以后的数据进行加密和解密 好了大概的原理我讲完了 那么既然谈到一个加密和解密的工作 那么它就需要一定的运算量 现在的软路由比较火的有几个配置 第一个就是最低配的 目前最常见的就是我现在目前在用的J1900的处理器 它是一个赛阳4核心的处理器 性能非常一般 基本上能跑满50兆的宽带是没问题的 当然了这个仅仅在于你只装了一个系统的情况下 如果你还要运行虚拟机或者运行一些黑群灰 那么它的性能肯定是不够的 我现在就是处在这个性能瓶颈上面 第二个就是性能相对来说基本够用的3865U的一个处理器 它是一个双核心的单核性能比较强 并且它是支持AES的 其实我们所有的加密解密的这一套运算机制 都是一个AES的一个指令级 那么J1900的话 它是不支持AES应节指令级的 所以说它是通过软运算来实现的 它的性能就不高 3865U呢 它是支持硬解的这个AES指令级的 所以它的整体的性能要好一些 再过了之后呢 就是i3的或者i5的或者i7的处理器 像我买的这个就是i5的 像3865U的话呢 基本跑满100兆左右的带宽是完全没问题的 并且你也可以挂一些其他的小程序在主机上面 然后到i3 i5 i7这三款的这个库瑞的处理器 实际上就是说我不只要运行一个软路由的加密解密的工作 我可能还需要挂虚拟机 虚拟机上我可能还要挂很多的系统 然后呢我可能也要挂一个玩一玩群晖的系统 并且呢也希望它能够进行一些本地的视频的一些4K的解码工作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要选根据你的需求选择适合你的处理器 像我的话呢 我为了给后期预留一些空间 所以说选择了i5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借1900的软路由在电脑端观看YouTube 4K视频的速度 然后呢我把新的这个软路由我再装上以后 在同样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一看 它相比J1900观看YouTube的4K视频 它有多大的提升 好了 现在我们就来到电脑端 现在我们来到电脑端 我现在使用的软路由呢 是沃牛星际的主机 就是那个J1900的处理器 并且呢挂了一个黑群晖的系统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软路由 在YouTube看4K的情况下 它的速度有多快 可以看到打开以后呢 它的速度直接达到了6万以上 然后画质直接跳到了4K 但是呢 它的速度基本上就是在7万上下进行波动 很明显它是满足不了我200兆宽带跑满的这个需求的 速度还是很稳定 基本上就是在7万上下 那么我们下一步 我们换掉这个沃牛星际的主机 换上我新买的 i5的这个配置的软路由 我们来看一看 在同样的宽带的情况下 它看YouTube4K视频的速度提升的有多高 现在我已经把新的软路由装上来了 然后现在呢是下午4点多的时间 属于一个节点的使用的高峰期 可能跑步满宽带 但是我们看一下吧 它的速度如何 我们打开一个4K的视频 看看速度 现在是5万起跳 然后呢已经直接到了4K的画质 我们来随动拖上到8万了 现在已经上到8万了 跌到6万了 所以说现在这个网络的高峰期的时段啊 还是不行的 基本上就是在和之前那个软路由的速度差不太多 但是如果到了晚上的话呢 12点以后的话 基本上跑到123应该不成问题的 但是我之前的话最快就只有6万多7万 现在是8万 所以看得出来现在9万 所以说看得出来它的整体的速度 是比我之前软路由要明显快得多的 现在是9万 基本上4K的随意拖动是完全没问题的 现在9万3、9万4 好了 今天的视频大概就到这个位置 简单总结一下吧 如果你只是想简单的看一看视频 或者浏览网页的话呢 买一个J1900的处理器 就绝对够用了 如果你是对一些大马率的高流量的视频有一些需要的话呢 比如说看看YouTube看看奈飞的话呢 我建议还是选择3865U的这个处理器的软路由 同时呢如果你是一个爱折腾的人 想在这个软路由上安装一些虚拟机 并且想要安装双软路由系统 比如像爱快或者ROS加上类的系统这种双重软路由系统的话呢 我建议你就考虑i3的 如果你要装更多的程序 包括需要一些本地解码的需要的话呢 你就可以考虑i5或者i7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个位置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帮我点赞订阅评论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